这些生殖在我们历史和文化的习惯 即使不合理 我们也缺乏探究 于是我们习惯了 默许了 隐忍了这些优维的暴力 甚至成为了共犯 我这次的展览名称是 身体不应该是你的肖墙 那这一个展览标题 它是出自于一本书 叫做不只是艳女 那它其实只是 这本书里面短短的一段话 但是我会觉得说 它还蛮适合作为这个展览的标题 是因为它刚好呈现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当代社会 对于身体的焦虑的感觉 我觉得傅存一直都是 很持续的深深的在影响我们 它这个概念本身就是 把性别分成两个 就是一定是有男性跟女性 那男性我们就会要求他们 就是必须阳刚 甚至我们会去崇拜那个阳刚 女性我们还是会希望说 它是一个温柔的 然后它是有情绪劳动的 它是可以去接触所有人情绪的 然后它应该要成为一个母亲 然后它应该是要在家里面 照顾孩子的或是他应该就是要去做家事等等等等 那时候我阅读到一首诗 那是辛波斯卡的《关于灵魂的二三诗》 它里面的诗就是在形容说 它的灵魂常常是缺席的 包括它在切肉的时候 它的灵魂也是缺席的 那我自己在画小女孩拿着刀子切割乳房的时候 我反而是觉得说 我透过意象上这样子的切割 就是我可能有一个画面 然后我去切割 我反而好像慢慢在生产后 然后找回自己艺术家这个身份的样貌 我们日用的饮食其实是给我们 我觉得《圣经》其实是一部充满了很多的影域的一部著作 有一个主导的话语权的人 就告诉你说这些东西都是日常 你应该要去忍受你去接受 其实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讨论去剖析 可是我觉得因为宗教本身的影响 然后权力的影响 所以它变成一个我觉得是很man-splaining的东西 就是我还蛮喜欢这些古时候的故事 很多关于女性或是关于性别的主题 可以去挖可以去重新的诠释 那鲁克西亚这个故事其实很震撼 因为其实它讲的完全就是一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到就是性侵 然后性别的这些侵犯的时候 不管是性侵或是性骚 其实它都是跟权力这件事情有关系 我的水彩其实是我去使用了很多古典油画大师的作品 那它单张就是个别来看的话 其实不一定会有很强烈的意义 它们其实意义是在于 它们所有集结在一起的时候 去产生的一个共通的价值 那其实在创作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没有刻意要去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其实比较像是我去找寻每一张画 我觉得它有趣的点 它是不是跟我的核心思想可以有一些共鸣的地方 然后我再把它拉出来 自己去试着重新构图 然后看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重新诠释 不管任何的性别 只是我们的身体都会受到很多的社会的束缚 我会期待说 我们有一天可以学习跟身体合起 不再是认为说 你的身体必须要符合某种的框架 才是有资格的 才是美丽的 才是在这个社会上好像处于阶级比较高的